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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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 我是阿文 我現在人在Ryu家的廚房 謝謝 歡迎光臨 好可怕 今天我們想要請Ryu來做一個實短料理 好 實短料理就是用小 短短的時間就可以做出非常好吃的料理 超級實短的各位 對 我們來看看 Ryu要做什麼給我們吃 今天Ryu用的這個材料是 Abraage Abraage這個做什麼叫豆腐 炸豆腐皮 炸豆皮 炸豆皮 對 那今天要做的料理當然不是六元重的 等一下為什麼這邊這麼多啤酒 這都是 這都是阿倫的老婆大人跟Yuma喝的 剛剛阿倫給我們做三道料理 在他們的深夜廚房 有影片大家可以去看看喔 所以我也想說 要來維繞一下阿倫 好不好參考這個Kukutato 幸運來了 其實網路很發達嘛 隨便找都有食材對不對 什麼食材是什麼都有 簡單的五分鐘微波爐輕易好了 OK 好不好 好 油揚 OK 麻油泥醬油 什麼 我忘了買起司 起司… 起司沒有耶 你本來是做什麼起司 不是 我剛剛 原本是上面我都放那個起司 那個Pizza的 會融掉的那種 結果忘了 忘記買了 沒有 但… 喔 好 那就有普通的 起司 這個不曉得會不會融化 好不好 那就用普通的好了 好… 不要怪我喔 OK 那我們就把它切好了 這一陣的無聲是… 這是沒有信心的無聲 醬油和麻油泥醬油混合 混合了 OK 混合了可以 油跟美乃滋 分量是… 這個日文叫 美乃滋醬 隨便 放屁聲 好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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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 來 來 來 好 很像是在廁所的感覺 對 好像什麼東西跑出來了 抱歉各位 好 接下來拿出來的是錫箔紙 然後這個剛好有四份 給人吃一份 四份放得剛剛好 這樣看很像甜不辣 然後就把這個放在上面 對 有做過嗎 沒有 這是今天呢 我打開Cookpad 讓他介紹的 男人的四段料理 晚上就是配韭菜 配韭菜 就打開冰箱 剛好裡面 欸 怎麼會有油 這話大家就可以做這道料理這樣子 對 這是美乃滋跟醬油 好不好 攪拌之後呢 我們就塗在上面 感覺超簡單的 大家也可以試試看喔 還沒聞到 差點秀 好 這是平常沒有什麼在施起司的 好癢喔 真正的料理人是不用用刀切東西的各位 用手就能夠 完美的分成兩半喔 然後呢 放上去 至少好像不夠一點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只有兩片 所以大家冷著好不好 可以… 阿倫 老婆在旁邊這樣子 能吃嗎 以我的機會來說 這個是可以吃的 好不好吃 不知道 好 這樣子呢我們就 好 忘記一下這不知道什麼 這個是 黑胡椒 OK 好像放太多 好像是我的 放太多的是我的喔 然後就去把它放到烤箱裡面烤個5分鐘 烤5分鐘 這5分鐘 因為要讓客人等待嘛 所以這裡呢我們要 作為料理人呢 我們需要娛樂大家 拿著動作 所以你要這樣跳5分鐘 通常剪輯的話只會放個幾秒 所以 OK 好 然後 自己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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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常這種都沒有辦法等到最後抱歉 對 看起來就 好像變成這個顏色的時候呢 對 就可以了 對 然後就自己把這個調到叮 叮 然後它就可以吃了 對 好吃耶 完成 完成 這是 油揚げのチーズロッキヤキ YA 感覺很好吃耶 對啊 感覺還滿好吃 而且很香耶 因為它有放醬油 所以它就有點那種烤焦的那個醬油那種 香香 好 那我現在來試吃看看Ryu的十短料理 大家看一下這個 這個軟的程度 感覺超棒的 來 我的臉好紅啊 也喝了一點酒 OK 我們來吃吃看囉 這真的是製作的方法很簡單 然後味道怎麼樣 吃吃看吧 好燙喔 超燙 超好吃耶 真的很好吃耶 意外的 它那個醬油跟美乃滋在上起司 融在一起的感覺 真的好吃 然後再配上那個 油拉雞這個炸肉皮烤過之後的香味啊 真的超好吃 它開始快滴下來了 它起來有點像Pizza 夾著Pizza 對 可是真的很下酒 這真的是拿來下酒非常適合 好吃… 它那個味道真的很滿好吃 好 小米 吃吃看 好吃 我也要吃吃看 因為很少就是豆皮然後搭配起司 所以有一種很新鮮的感覺 然後它豆皮又加熱之後 吃起來更好吃 小心燙喔 加 很香 看不成 妳用嗎 妳用嗎 裡面的油噴出來了 對 它其實就是這樣子夾起來真的 會爆汁的感覺 對… 然後意外的很有味道 我剛剛意外說就是只是放醬油跟美乃滋 是不是可能味道不夠 還是 完全 意外的味道很夠 而且我覺得有跟豆皮融在一起 比例剛好 大廚 不可以是大廚 一切都在計算之內 好吃… 好吃耶 我們還有一個 我們還有一個 吃一下 他們 一塊都好吃 好吃… 原來醬油加麵也是這麼好吃 我還以為你們敷衍我 沒有 真的很好吃… 豆皮加熱又更好吃 可能因為豆皮裡面本身有些油吧 然後加了之後會把它逼出來 對 發明真的厲害 怎麼會想到說要塗這種東西 你下次可以加 你下次加什麼 納豆看看 因為之前有吃過 那種Itagaya有納豆感 嗯 阿嬤也 納豆感不大 好耶 確實 肉鬆的味道耶 肉鬆 嗯 好吃 哇 這個 味道香氣真的很不錯 嗯 而且這道料理根本就不用本錢啦 因為它只是阿布拉雞 然後再加起司跟那個醬油沒來吃嘛 嗯 對 真的是十短料理 簡單就可以做出好吃的料理 對 大家千萬一定要在家裡面試試看囉 好 最後 Ryu有沒有一句話要跟大家說的呢 好…謝謝 那Yuma呢 喔 好吃 好吃 好 那我們今天這部 簡單的十短料理影片呢 就到這邊結束啦 好 那今天的阿倫頻道呢 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大家幫忙訂閱阿倫頻道 YA Ryu他們也要記得去看一下喔 非常好吃 大家記得一定要試試看喔